新疆是中国的开放地区 新疆的大门始终也是开放的 包括近来我们也多次邀请有关方面到新疆来参访 比如说多次邀请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 中国的外交部也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一直在保持着沟通 那么我们也多次邀请欧盟及其成员国驻华外交官访问新疆 但是他们故意的设定先决条件 寻找种种借口敷衍推则 实际上就是怕看到新疆的人权的真实情况 怕他们的阴暗心理在新疆的事实面前被揭穿 那么中国新疆从来不惧怕什么制裁 所有的制裁都是徒劳无功的 这您刚才讲到的会采取什么措施 在此呢我想送他们一句话 也就是中国有句古话叫玩活者必自焚 对于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的美西方反派势力 对他们的强权政治 霸凌行径 流氓作法 我们都将坚定坚决地给予有力回击 这期不讲话叫做和说 和诗教学学学她时以为 抽学学家诗教学校